去年5月份我们关注了文昌景山镇罗斗居委会多个村庄生活用水变咸的问题 当时文昌市水务局方面表示同年下半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可村民们等到了2021年没有等来问题的解决反而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情况 在文昌市景山镇罗斗居委会东华村 每一户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都是咸的 部分村民家中的水又黄又黑 实际上早在三年前这里的水质咸化的问题就存在了 因为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 去年5月份村民求助于媒体 当时记者走访发现文昌市景山镇罗斗居委会靠海的多个村庄 均存在水质咸化的问题 村民只能靠到附近乡镇打自来水饮用 对此文昌市史无局表示 这些村庄都没有通自来水 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地下水 而由于这些村庄地势较低 经常发生海水倒灌的情况 因此土壤和地下水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才导致了水质咸化的情况 而为了解决罗斗地区的饮水问题 他们已经将罗斗居委会的用水管网 并入到景山水场管网中 但由于水量有限 他们将对用水管网进行升级改造 并承诺很快就能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令村民们感到奇怪的是 如今大半年过去了 村里不仅没有通上自来水 有些村民水龙头里的水 还出现了浑浊不堪的情况 如今不仅饮用水成了问题 连生活用水都要到其他乡镇接用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 部分村民家中的水出现浑浊呢 当天记者也将情况反映给了文昌市水务局 文昌市水务局方面表示 这段时间可能因为水质闲话的问题 没有解决 有些居民长期不打开水龙头 导致管道内污垢增多 才会时不时出现水质浑浊的情况 接下来 他们也将派人到现场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那么此前说好的用水管网升级改造 进行到哪一步了呢 这些村庄究竟何时才能通上自来水呢 那是从两段 自从减山水响到他那段已经完成了 减山水响往其洗水口去水户这段 我们正在获验 获见到原石管网才能保证他那边的供水 那大概多久能完成 大概要三个月左右 文昌市水务局方面表示 目前文昌市自来水的覆盖率达到86.5%左右 接下来他们还计划新建水厂 逐步做到自来水全覆盖 直播海南记者报道